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及没有穿着礼服的奔合都会留在外面 以色列的婚言举行时间是由父亲安排的 但是当新郎知道时间之后就会通知申父 所以申父是会知道被提的时间 而婚言的吹号就对比了吹角节是被提的日子 也就是婚言的开始了 问题第二 是问及311日本地震与超级月亮的关系 答案就是超级月亮是导致311日本地震的其中一个因素 至于地震的时间 还要考虑到节旗的日食 月食 Prenex的接近等等 问题第三 教会和个人 怎样能够争取成为同女 甚至是申父的资格呢 尤华牧师的答案就是 在福兴当中被带信主的多数都是同女 申父即是信主多年的领袖 甚至是带领福兴的一群 他们和主耶稣有着爱情 才会有婚姻的关系 所以在内涵上 申父一定拥有圣灵的果子 包括人爱喜乐和平 并且愿意好像凡子一样献上 洗剩内脏和腿 神才会期望永恒与他一齐 但是如果有些人 只是在福兴当中 负上部分的责任 而没有改变到内涵的话 就算有着牧师的跡陷 最多都只能够成为同女 不可能成为申父的 第四条问题 如果只有同女或者申父可以被提 这样会不会是 被提之前只是质素的福兴 被提之后 才出现大量信主的现象呢 答案是 好似天国比喻所提到 末后的日子 天使会在水中撒网 网了很多东西上来 逐一地去选择 因此 福兴的教会一定包括了 申父、同女和宾客 例如 一间四十万人的教会 可能只有二千人是申父 二万人是同女 十八万人是宾客 被提之后 剩下的十九万八千人 他们是没有游的同女 或者是没有礼服的宾客 他们会成为无医人 留在地上侍奉 第五条问题 没有游的同女 是不是那些 没有二零一二讯息的侍奉者呢 答案就是 没有游的同女 就是一帮 不被圣灵认可的人 他们没有资格成为橄榄树 是因为没有办法在灯台上借游 管子不流通 亦都没有足够的油去点灯 他们是带着责任 但是圣灵不会因膏他们的生命 亦都不会让他们有神迹 最终 亦都不能够被提了 问题第六 当得着野牛之灵 念面发光的时候 应该怎么自主呢 答案就是 圣经记载 当神荣耀临到的时候 念面发光 但是同时 接触圣灵的人会被击杀 神的审判会更加剧烈 正如诗篇114所提到 当看到神的面 大山、小山、沧海 都会奔徒、跳跃 当灾难越剧烈 相对 神的脸光在人身上 亦都越发明显 那个时候 面对攻击的人 无依人 会有火从口中烧死敌党的人 所以 要不断被神打造自己的内心 成为金灯台 因为神的审判工具 包括了Planet X 已经准备走水了 假若我们被高星所败坏 就会成为被审判的一群 问题七 当灾难更加急剧发生 作为基督徒 应该如何去看待这些灾难呢? 答案就是 赵容基在311日本地震之后指出 地震是神的审判 神的审判是让人知罪 并且认罪悔改 这样 神的审判就立刻停止 并且变成祝福 你你未成 就是其中一个例子了 但是摩西时代 神使得法老的心肝硬 让他由第一个灾 经历 直到第十个灾 这个亦都是 末后七年大灾难的写照 圣经记载这帮人不知罪之余 还要涉足神 导致神一次又一次地审判他们 第八条问题 问到要得到神星的祝福 除了理解凡制之外 是不是亦都需要 好像弹以理书所说的 的切心研究呢? 答案就是 2012的信息 不是单单听了就可以明白 必须要询问其他人 研究并且执行出来 才会明白 亦都透切 所以 切心研究只是其中一点 这套信息 最主要是改变人的内心 人生 以及内涵 直至我们成为星的元料 能够发光 去照亮别人 问题第九 如果在来近的日子 才回到来的初信 要具备什么的条件 才可以接上神星的祝福呢? 答案就是 对于将要回来的 时间是最大的因素 因为现在的时间 已经是非常紧逼了 如果今年吹角节被提的话 很多人都未必能够 赶得上成为灯光、星光 最多只是 好像主耶稣七十个门徒一样 以占光的形式 支取主耶稣的恩高 来到行神迹 叫死人復活 而拥有星光的 一定能够好像星一样 去指引人 带出方向 所以 星光的信息是被领袖的 而不是这个时段信主的初信 第十条问题 信主三、四年的 未必有整个十五年上行之施的经历 他们怎样可以追上呢? 答案就是 二零一二信息是一个最终的 最后的警告 本身的设计 是类似无疑人最后的三年半 无疑人以及他们在最后三年半带信主的 完全不可能成为辛苦 但是 在不同教会信主十几年的人 也都可以在信仰上 有上行之施的经历 并且得到教训 十五篇的上行之施就是十五步的成长 完成了的人就能够承接星光了 问题十一 现在世界大部分掌权者都是邪恶的 甚至都是属于freemason的成员 我们怎样可以为再上者来祈祷呢? 答案就是 这段经文是地区性的 香港人只需要为香港的领袖祷告 使他们能够信主 被神带领就可以了 至于其他的国家 留待其他地区的圣民来争战 但是我们也需要为神的选民 以色列来祷告的 问题十二 马亚人对比freemason 是不是认知百利行之声比较少呢? 答案就是 马亚人其实是很早期的 但是天主教 既是习国家之大乘 他们追杀freemason的前身 圣露武士 从圣露武士手中取得大量的资讯 他们的建筑就证明了 他们对百利行之声的认识 英国的freemason 和天主教共同设立了美国 藉着NASA在科技上进心研究 从人造卫星 望远镜 太空船 去探讨百利行之声 而得到好处 但是他们所做的 也都阻挡不了 神让我们拥有 Planet X 十灾的能力 问题十三 启示录十一和十二章 同样提及1260日 那应该怎样去理解呢? 答案就是 启示录第十一章 谈及两个无医人 出来的时间 在七年大灾难的中间 还有三年半 1260日就完结了 启示录第十二章记载的时段 即是教无医人出来的时间 早了大约九个月 十二章讲及妇人怀孕 诞生婴孩 婴孩就是无医人的师父 然后被提 之后 那条龙才跟妇人其余的儿女 即是无医人增战三年半 1260日 第十四条问题 为什么2012就是 但以理书的最后一个七呢? 答案就是 首先但以理的最后一个七 以及启示录也是同样记载七年大灾难 启示录第十二章所描绘的星象 只有在2011年9月发生 启示录十二章对比十一章 一个妇人生产 所以是早了大约九个月 而启示录十一章提及电水例 还读诗篇113 即是2012年的9月 这个就是时间的双重印证 甚至启示录第六章一至八节 四活物的天象 发生时间也同样是2012年 问题十五 若白记所提及的鳄鱼 可以对比恐龙 亦可以对比银河的裂缝 两者应该如何去理解呢? 答案就是 全本圣经 差不多任何一节经文 都可以有两个解法的 但以理书所讲到的预言 第一层是指导当时的希腊 罗马皇帝 第二层 即是指导末后日子的敌基督体系 又例如第一次圣灵销冠在马可流 第二次即是1900年 灵恩复兴运动 问题十六 就现时最新的资讯 将来世界的演变会怎样呢? 答案就是 圣经已经教导我们 如何留意天上的记号 Sign 至于地上的记号 必定就是灾难 其中 Webbot看到火环 Ring of Fire 就是太平洋板块 容易锁住地球所有板块 而板块移动将会导致地族转移 持长转向 天气異常 当太平洋板块突起 智利随之上移 夏威夷产生陆地 之后美国西岸和日本将会沉落海底 而中国、泰国、菲律宾、台湾 以及基督城等等 即会沉降 这些都是PlanX来到的一个现象 问题十七 问到有关我们应该怎样理解666的晶片呢? 答案就是 666的晶片最终的演变过程尚未知道 但是 如果它装置在身上 能够作买卖的话 那就已经是相当危险了 一定不能够装上 圣经记载 装了这个晶片的人 是会失去救恩的